原則上今天的話是第10次上課的錄影 然後其中的話我們大概把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回顧一下 基本上上個禮拜呢就是那個102的那個宋春 那我們第一次的話因為進度比較慢 我們先背後先用漸層 有沒有 弄了一個漸層背景 然後再把吉祥物放過來 那吉祥物 其實就是影像合成啦 以後什麼叫影像合成 反正就是 你的前面跟背景其實本來是不同一張圖你把它合在一起 那就算是影像合成了嘛 OK 那但是不會是只是一個 可能還有字 有沒有像上禮拜其實我們是做宋春 的那個字本來是黑色的 那我希望把它變成白色的 底下還是黑色的 就變成說一個宋春要變兩個 然後再把它選取像素 那選取的方式除了可以用 選取 不過選取像素要注意喔 前提是背後一定是 透明的 那怎麼知道是透明的 就是背後一定是那個 馬賽克那個 有沒有那個狀況 才是 才是那個透明 你才可以用選取像素喔 如果背後呢 假設是 有顏色 比如說白色的話 那宋春上個禮拜那個方法就不行 你就可能要用 比如說魔術棒啊 或者是選取工具 去做 快速選取 那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 最後連結在一起 然後把它移過去就是有宋春 所以上禮拜重點就是字的部分 然後呢 再做一個菱形的那個什麼 菱形的這個 四個菱形嘛 有沒有所以四個菱形的紅 紅底的那個 一個這個 有點像那個 春蓮底下的菱形嘛 然後呢 我們做一個之後的話呢 把它 四個 利用移動塗層的方式 把它一個一個疊在一起 那就做成有點像是一個 春蓮的那種概念 然後呢 上面就是打 新年快樂 所以最後的話呢 再輸入那個 垂直的文字 然後設定它的什麼顏色啊 它的字的大小 字型啊 最重要是那個間距 本來間距很窄 把它放大 OK 最後我們上個禮拜 最後是有一個 這個 變化題 所以 我們PhotoShop最後都會希望說 你們再做一些變化題 反正呢就把前面的素材 換成 別的那個樣子 別或者別的 就是字啦 或者是 動物的話 你可以換個動物 然後做一個多練習 那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熟悉 PhotoShop的操作 最好是說每一個都很熟悉 所以PhotoShop的操作的話 大概這個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下一道題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 先把那個 104的這一題 先打開一下 那這一題的 難度它這邊顯示出來 是 簡單的 E OK 所以 算是這一題應該不算太困難 而且步驟也沒有太多啦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就是 幾個 幾個 一個是什麼 一個鴨子 對不對 這個鴨子的眼睛 有把它放大 有沒有 原來的鴨子有沒有這麼大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 就是放一個很大的字 其實它字本來是 小小一個 放大十倍 而且並且 邊緣要有鋸齒狀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第一 請各位還是開啟PhotoShop 那範例檔的話 雲端上面有啦 所以我已經把它下載解壓縮 記得要解壓縮 不然開不了 然後開啟舊檔的話 因為我把它解到桌面 104這一題 所以你就找一下104 桌面 在這裡104 OK 然後你會發現 這邊有很多檔 這個是PSD 如果是這個圖示的話 它是PSD的檔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TIFF TIFF的話 這邊你油標放在上面會顯示 那其實它 最重要就是說 完成的檔案是TIFF OK 那上面會顯示一些訊息 比如說什麼 你看得懂的應該是什麼 這個檔案格式 然後它的尺寸 尺寸的話 八百乘八百 你說老師 那八百乘八百的單位是什麼 單位是什麼 公分嗎 絕對不可能 八百乘八百 哇 那太大了吧 所以這個單位就是什麼 像素 對 沒錯 記得喔 以後的話 圖大部分 人家溝通的時候 比如說八百乘八百 其實 不講的話 通常 就是像素 那像素白化的意思 其實就是有顏色的點 OK 所以這個點越多的話 你當然 列印出來的 效果越細緻 所以如果說你點越多 你放大 假設你點不夠 它會變成 有點顆粒狀 所以你就要怎麼樣 像素盡量越多越好 不然的話你洗出來的那個照片真的不能看 所以你會發現喔 像現在 出圖的話 可能要求會相對比較高一些些 那至於那個像素多少 這個我想 我們再另外 有機會我們再看其他的那個計算公式 所以我們把這幾個點打開好了 所以這個是 一個 這個好像空的嘛 那這個呢 這個是一個壓字 那這個的話是一個壓的字 那把它放大成10倍 所以把這幾個先一起打開好了 所以開啟秀長之後 把這幾張通通打開 那其中完成檔 TIF我把它移到最右邊好了 TIF我這樣移 有沒有這邊可以 拉住 按住不要放可以移到最右邊好了 所以分別是 這個是 空白的 你可以把它Ctrl加 有沒有 那不過你會發現喔 到底這一張的尺寸是多大 其實假設你看不出來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底下的 這個 有沒有文件 這個 旁邊有個箭頭點一下 把顯示的部分 改成它的文件尺寸 OK 也就是說 一般習慣還是看尺寸 而且尺寸的單位 最好是像素 如果不是像素的話呢 其實不好理解 不過 你會發現喔 你說老師 那它不是尺寸 它是什麼 公分呢 那怎麼辦 建議 各位一定把它輸改一下 我是建議啦 公分其實不好理解 公分怎麼知道大概 輸出多大張 那怎麼去 把 公分改成像素 這邊的話呢 首先你可以找一下 上面有那個 編輯有沒有 編輯的最下方有偏好設定 那偏好設定裡面找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什麼 單位有沒有 應該是這個吧 單位 單位 和 齒標 或者你一般也可以啦 單位和齒標 點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邊就有個單位 預設的話是公分 那我是建議喔 請你把它改成像素 比較 好了解這張圖的大小 所以第一個啦 請各位待會先把那個 104的圖 打開來 然後並且在編輯裡面喔 找到偏好設定 最下面這邊 然後呢把它的單位 和 史標 先改成像素 因為像素的話真的比較準 按確定 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把它設定成那個像素之後的話 那這邊就會出現50乘50 有沒有 50乘50 其實50乘50應該可以理解 應該蠻小的 這一張的話看一下 這張的話 也是文件 把它點一下 因為剛剛我已經設定過了 所以把它改成 它的尺寸 那尺寸的話 這個 壓值的話呢 它就是 200乘200 200乘200 OK 意思就是說 它的 寬度的話呢 這邊到這邊200 這邊到這邊也是200 都200 那你會發現 那老師完成了這張圖 把它切過來 完成TIFF TIFF這張的話呢 它是4個 1234 1234 所以呢 你應該可以猜出來這個解析度 這一張的大小應該 尺寸是多少 尺寸點一下 800乘800 有沒有 所以 如果假設了 你要把 某個圖 放在另外一張 你要剛好 match的話 沒有 不會多出來 比如被裁一半 那你就要算好它的尺寸 所以 因為 壓著是 200乘200 所以如果你剛好 要整除的話 剛好四張的話 那就是 800乘800 OK 所以如果將來 假設你要5個乘5個的話 那就1000乘1000 一式類推 OK 一定要是整數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像說你們 比如說要充洗 那個大頭罩 假設你要省錢的話 其實你可以自己設定 然後把它 拿去充洗墊 比如說你要洗的話 你洗洗 6乘4的話 那你就是兩張兩張 把尺寸貼滿 一次 有沒有 就輸出剛好 就很多大 按下把它剪 剪開 你就會很多 大頭罩 你就不用 還要重 去重拍 有沒有 或者是 相片我發現 它好像 大頭罩另外 收比較貴的錢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會用 其他方法的話 應該可以省一些錢 OK 好 所以它是希望說 可以把這個壓制 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並且 把這個壓制 把它 放在這裡 放大10倍 然後外面 會有個漸層 不過這個漸層 跟之前那個漸層不太一樣 它是菱形的漸層 而且這邊外面是紅的 裡面好像慢慢變成 比較是屬於 藍色的狀態 OK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把圖先打開 然後完成要符合剛剛的那個TIFF的要求 所以你們可以把那個TIFF再會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我們逐一來按照題目的要求 首先第一個它說什麼 開啟PSD01 把那個尺寸調整為800x800 它其實 蠻怪的 它其實應該叫你重新開一張新檔 也可以啦 所以假設沒有 不過它其實就要考你 會不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剛剛的第1張圖這個 它本來是50x50 請你把它變成 800x800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 變更 它的 尺寸大小 其實拆應該可以拆出來 有沒有看到 影像裡面 這邊不是什麼 影像尺 尺寸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變更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所以把它變成800x800之後 接下來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 將這個 這個 這個壓子 其實是 PSD01-1 其實應該是壓子 然後它希望可以把它放到 這個800x800的裡面 OK就是這個壓子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快速的把這一張放進去 所以我們先切過來這邊好了 這個這一張先把它改成尺寸一下 影像尺寸 本來是50x50 那因為這邊有鎖起來 有沒有 就是把它強制等比例 這個就是意思說它的寬跟高會是一樣的 所以800x800 那你就把它 影像裡面的影像尺寸 把它變更之後按確定 這個時候 它馬上變很大 再把它Ctrl- 因為我剛剛有按Ctrl-加 Ctrl-就縮小 這個時候看一下它的尺寸是800x800 沒錯 所以以後 你要變更尺寸大小 就是這麼簡單 早應該可以 我是建議你們盡量用直覺的方式去了解 而不用背 因為上面都有 像什麼尺寸 版面 旋轉 等等 那建議就是說 裡面有的功能 如果不會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試試看 試錯了之後記得Ctrl-Z就復原 但是Ctrl-Z只能復原一次 如果你要復原多次的話 可能要記一下 他會多按一個按鍵 叫 Ctrl-Alt 加Z 如果Ctrl-Alt加Z 你就可以復原很多次 Ctrl-Z只能復原一次 Ctrl-Alt 是復原 兩次以上 所以以後如果你按一個Ctrl-Z 它復原前移動 但是它不能 恢復前前移動 你變成如果你要前前移動 就按Ctrl-Lt加Z就可以了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要把這個壓子放過來 可是壓子要怎麼放過來 之前我們好像有教過一個方法 很簡單 如果要把這個壓子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我們有一個簡單 就是把它Ctrl-A 還記得吧 Ctrl-A 就是全選 Ctrl-C的話 那就復制 然後拿過來的話 就Ctrl-V貼上 壓子不過來 但問題來了 目前的話 只有一個壓子 那你說老師 那我有很多壓子怎麼辦 有幾個壓子 4乘4 16個 那當然你可以貼上它會貼到中間 那你可以把它移到這邊來 那老師下一個怎麼辦 再Ctrl-C Ctrl-V 如果你在Ctrl-V 那你變成要一直貼 貼16個 這一題其實不是要你一直貼 不然太浪費時間 它是希望說你可以把這個壓子 把它建立成一個 類似印章的概念 如果有一個印章 全部把它蓋滿 這樣不就很快 所以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壓子 變成一個類似圖章 那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圖樣 有沒有 所以 如果假設 你要把那個壓子 把它 把它 變成圖樣之後 你就可以利用填滿裡面 有一個也是圖樣 把它填上去 這樣就OK了 這個可能你們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反正就把這個功能熟悉 最後再把壓子放過去 這一題就完成了 然後我畫面先還給各位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細節的部分 就這樣一點 要不要打開 這個能力 這就是一步的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